今天寿星吹着空调 做了视频 旁边还有小水果 记得吃 等吃 大白在旁边给你守护你 好的谢谢寿星赏赐 二百字我也要 赏 赏一个 今天中午我们吃这个 手抓羊肉 炖羊肉汤 手抓 这个恰马菇中午用恰马菇来炖 恰马菇炖羊肉 在新疆也是一个比较 在新疆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就是本地吃法是这样子 这恰马菇全是泥巴 感觉还是原汁原味的 这个皮 这个皮到底要不要削 到底要不要削我也不太清楚 想了一下还是给它削了吧 两锅的羊肉 就放了那个恰马菇 盐 姜 其他啥也没放 两大锅 现在就准备给它炖上吧 我们再做个小凉菜 皮皮辣红 对吧 皮辣红配这个手抓或者是烫的羊肉 还是绝配 这个洋葱 这个皮鸭子 一定要够水切 这样的话 不会流眼泪 或者是在那个水里面切也行 来边切边洗一样 大红切好了 就放三种调料 一个白醋 还有盐 还有糖 本店好像也是这样做的吧 他们不放油的 反正就是蛮清淡的 这样的话对吧 开胃 结膩 各种都有 这肉已经炖好了 凉菜也应该差不多了 再炒一个青菜 就可以开吃了 就可以在那 让他们带着领奥可以过来了 收一下 四个人两条狗 应该还挺繁衡 应该可以 看一下我们炖的 手抓肉 手抓羊肉 手抓羊肉 看怎么样 哇 这有点肥油 肥油 应该拿出来的 肥油应该拿出来烤肉 是吧 嗯 看它大骨头的 脱骨了 脱骨了 这个高鸭钩炖的不错 这点是手抓羊腿 手抓羊腿 恰马骨也炖的挺香的 哇 这腿啊 脱骨了 哇 那勺子比较好吧 哎呦 没法肉弄出来了 哎呦 利耀过来了 哎 过来两个淡定 好不好 淡定 不要占位置 出外面再玩 今天就吃手抓肉 好多 大白 大白又开始撒娇模式了 好了 好了 快干燥的 好了 好了 两个狗狗安静了 两个狗狗安静好不好 我们要吃饭了 我们吃饭 吃完饭在 吃完外面去玩 吃完饭到外面玩 感觉真的一点也不急 走吧 吃 走 你去里面吧 还想搭白和他玩 怎么了 出外面再玩 出外面再玩 好气灵活的 灵活 安静 我们吃饭了 安静 等一下再出去玩 等一下出去玩 我们先吃饭 今天中午好丰盛 我们的中饭就开吃了 吃到羊肉 吃到羊肉 你们是没吃过那么清淡的 我们也炖了 吃过 来来来 吃菜放过来 肉放过去 好 那我们就开动吧 开动开动 发现大白真的好淡定 利尔也躺下来了 大白不跟他玩 他实在是不理他了 大白知道 可能知道 在车里不能玩 利尔想玩 利尔想玩 好搞笑 听话 两个都好听话 这一块定下来就定 这肉太大块了 我感觉吃一块都饱了 是吧 就有那种 就外面卖的那种手抓肉的那种感觉 对 这比外面好吃 你们有没有蘸点辣椒面 我就吃原味的 他这羊腿挺新鲜的 你站着看看 尝一点看看 你们不蘸辣椒的面 我选吃原味的 我发现你们虽然中口味 但是不会说 看情况嘛 看情况嘛 清炖就吃清炖的 试一下看看 就站一口看看 传一传 这我们家买鱼生的筷子 这是中饭 晚上正式的 晚上正式的 这个好够 这个要冰一下好够 冰一下好 一定要冰正 好吧 这个面条 这个叫面剂子 本来想给他们一人拉一根面 面片的弄不了了 有点干了 所以就只能这样子的 揪面片 刚好也是新疆的特色 是这样做的吗 是这样揪的 好像咻 咻 咻过去了 你还是把它绿成一团 然后这样子 喝点面片汤 有模有样的 这个羊肉汤 我觉得可以喝一点 两只狗子在工作 你要就是闲不下来 他就走过来走过去的 他想逗大白丸 大白丸动不动 大白丸彻底还是很安逸的 大白丸不想动 我被挑动起来了 出外面再玩 看你玩这个 给我一点肉碎 好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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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吃 要吃饭 告诉我 他吃了没兴趣的 吃饭 要不要吃 吃饭 要吃饭 这样子有肉吃 丁耀看到没有 我给你来按一下 吃饭 来 丁耀快来按一按 丁耀好兴 他没兴趣 他只对球 好兴趣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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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 快到 你要不要吃 要吃你就按一下 要不要吃 要吃告诉我 吃饭 吃饭 来 吃饭 吃饭 丁耀你按一下 按谁 给谁 给丁耀吃一点 你不能生气的 不可以 好 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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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吃完饭了 大白 跟着丁耀要不吃 跑了 要不两个狗子 要跑出去玩了 来来吧 热不热 外面 利尔 你也过来 来这里 快上来 下面热 吃完饭 我们出去溜达一下 萧萧石 今天中午吃的肉 还吃的比较多的 萧萧石 消化消化 带两只狗 出去也运动运动 刚在车里 没有怎么玩 出去再玩一玩 昨天晚上 我们停在这里 是独库公路上的 独库第一村 独库第一村 这个村子叫阿格乡康村 就在我们后面 在我们旁边 就是独库第一村 这个村叫康村 康村 原来也是一个 非常小的村子 但是就是因为独库公路的越来越好 旅游人也越来越多 这边也很多都搞起了农家乐 民宿之类的 使这边的居民收入 提高了很多很多 这个视频有点不能看 大白拉了个边面 全是红色的 感觉像是胡萝卜一样的 这边也要捡了 总归一句话 这个狗子 就是不能吃的那么杂 还是要给它 稳定一点食材 随便乱吃 要不然的话吃啥拉啥 万一吃坏肚子就不好了 这个小村子设计的现在挺好 这个指示牌什么都有 邮局 公园 银行 停车场 医务寺 安居房 还有民宿 什么都有 这有点想到叫麻雀催小 武当俱全 这小村子弄得越来越完善了 两个狗子在前面带路 这两个狗子蛮不错 我感觉他们好聪明 都知道走阴凉的地方 双头牵引的 双头牵引的 这些狗子很聪明 带着你们 哪里凉快走哪里 对 他走的地方就是凉快的地方 大白要走前面 你看他 苹果园三项 是不是有很多苹果 应该不会 绿花弄得挺好的 这也算是一个沙漠绿洲的 对 周边都是光秃秃的 这里真的挺大的 你看这里写的好多农家乐 还有一个桑胜采摆区游乐园 主题公园 什么都有 对桑胜比较感兴趣 我们去那个前面走走看 能不能遇到桑胜 桑胜看到没 桑胜 桑胜就是啊 这个白桑胜还好吃的 白桑胜 好 是白桑胜 作为这个 可以尝一尝吗 你要有采摘园 是问一问吗 是 它里面也是 那个全是桑胜 那里面能采摘的 我们先问一问吧 到前面去问一问看看 是不是有这个桑胜采摘园 路边的 它感觉也是熟了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不要乱吃 先 那是这样子 就是白桑胜 本地居民的房子啊 里面都是种的葡萄架 都会大一个架子 好多葡萄哦 好多葡萄啊 他们外面种花 种点果树 很好 统一特别好看 哎呀 有这样一个大院子也不错 这里面很阴凉的 对对对 这个好像假花哦 长得好漂亮哦 非常的规整哦 嗯 假的一样 对 非常的漂亮 漂亮你看好多哦 没种花你知道吗 知道 反正就都和你一样漂亮 我叫它美花 再俗一点 如花 刚问了一下附近的人呢 他们说呢 桑胜现在已经过了季节了 只有这个路边有 它们都不吃的这个 嗯 常常可以尝尝 这路边都没人要的这个 我们可以自己尝一尝 它这个是白桑胜啊 来 这个好大啊 这个大 这个大 这个是白桑胜啊 这个大 我们可以再几个回去尝尝 再两个回去洗一下尝尝 对 因为这个白桑胜呢 没吃过 没见了 嗯 就转在树上 人家都是掉下来了 这个桑胜 这个周边啊 有好多蜜蜂 都在采蜜呢 嗯 过了这个季节啊 就只能吃人家剩下不要的了 是啊 我尝一下 让我感觉要洗一下比较好 先尝一个看看吧 都爆开了 真的是过季了 都裂开了 对 可惜现在没那么多采蜜 但是采蜜 甜不甜 嗯 好甜 好吃不 嗯 还行 酸甜度刚刚好 哎 要是采蜜蜜就好了 嗯 可惜啊 就是没有 哈哈哈 看到鹅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了 你看 要保护到我的两个 大白 你要被 你要被鹅捉了跟你讲啊 啊 三次难道鹅啊 哈哈哈 有点多上前面 你鹅好像不得怕 哎呀 两个嘴巴有兴趣了 哎呀 你要把这个鹅 哎呦 鹅回家了 这个鹅 松起来还是有点厉害 你看 这鹅要一回头啊 我跟你讲 大白就完了 就惨了 我跟你讲 那鹅 那个 那个鹅 那个嘴可厉害了 把你毛都给剁掉 我跟你讲 大白拉不走了 你看他 他一定要回头 他要等利奥呢 你看他 你看你看 他要等利奥 你到阴阳地方来嘛 阴阳地方等啊 大白过来过来 等到利奥才走呢 你看他 等利奥快来啊 不要等嘛 从那边走 再往前面走 走走走走 你看 利奥来了以后 才再往前走 真的是 看一眼 好兄弟啊 好兄弟在 Zoe 事啊